今年这份买的全下来44万多运动版的 跑了18000多了 不花钱嘛 所以说就跑得特别多 我这也是430的 夏天的话能再350 360这样 冬天可能是还是不行吧 开始冲条的话能跑到320这样吧 对这天的话点冲条就7折 冲条的话那是26度三档四档这样 我开的挺快的 查自己的记录的时候 急加速特别特别多的这种 都有的时候都能站到27度左右 大部分时间还都是平稳驾驶 城里边用的话比较没 但是如果要是上了高速什么的话 也可以跟他们说嘛 换大电池嘛 这也都可以的 还是两右边全都换成了这个车 当时买第一台车的时候 我还跟我爸我妈吵了一架 就他们俩是先考虑买的ES6 我当时特别特别反转 不太能接受 为什么在北京这种游标情况下 要去买电车 一样看这车 我觉得这车好烂呢 为什么依照国战品牌 要卖到40万 非常不理解 当时甚至是一个未来黑 只要有我就去骂 后来他俩说买那你买吧 反正也不是我钱 因为我开的比较特别多嘛 我那个车还比较费油 他俩那ES6借我开了三个多月 就再换回来 我就受不了油车了 北京想想不限号 然后无论充电还换电 我都没有花过一分钱 买第二台 未来的时候一点都没犹豫 根本就没有说货币三家的时候 宾的这样的 在网上说 找不清楚油车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想法对吧 不好评判 每个人心中是怎么想的 我确实觉得 现在买油车没什么必要了 但是很多用油车的人 他不一定会这么想 针对油车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跑到内蒙去 还是有很大优势 最好的一个充电的状态 特斯拉充电可能 也需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 换电的话在五分钟左右 其实跟加油的时间没什么区别 换了第一块之后 发现他换电好香 一直换一直爽 就不会再考虑电池的问题 整体来讲 根本就找不到任何油车的一个好处 今天我想来这吃手饭 就来这充了点电 因为我们家还有台ES6 去年换电站设施都不好 可能有的时候需要等到30到40分钟 高峰期有可能都等到一小时左右 今年就不用 大概换一台车电池 是在4分到5分钟左右 排队都花15分钟吧 换电站电池都在95% 也就是400公里这样吧 开那个ES6站到过深圳呢 国庆什么的 不是有那个高速免费吗 这一路京阳澳都有换电站 每一个站之间离的距离都刚刚好 就200公里 这一分钱不花就回了 比坐宗教还划算 坐宗教在北京还得开两 还得两块钱呢吧 虽然说累点 但你一路玩过去呢 一点没有里程求绿站 点赞关注哦 得音